鸡少型肥胖 心血管疾病 随着年龄增长 鸡肉流失快速 体脂肪也快速增加 亦导致鸡少型肥胖 老年人及中年外食族要注意 他表示 鸡少型肥胖没有统一的定义 诊断标准不同 临床简单说明为鸡少症加肥胖 此类脂肪比鸡肉多油包肉的人 比单纯肥胖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20%以上 代谢疾病罹患风险更高 王盈轩表示 建议罹患鸡少型肥胖者的改善上应把握四重点 首先是均衡饮食 正餐吃饱 不吃点心 多摄取蔬菜 其次是摄取足量蛋白质 避免因减重或低热量饮食而导致肌肉流失 肉类优先选择低脂及白肉类 避免摄取过多油脂和饱和脂肪 他表示 第三是要补充钙质和维生素D 能减缓骨质流失 维生素D能帮助肌肉合成 改善肌少症和预防骨质疏松症 每天晒太阳10到15分钟 能让身体生成维生素D 他强调 最后的重点就是要多运动 以快步走 慢跑 骑脚踏车 游泳等有氧运动提升心肺功能 减少体脂肪 利用重物或弹力带的阻力运动 能维持骨骼肌质量 提升肌肉力量 透过饮食和运动双管齐下 才能有效预防及改善肌少型肥胖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 点赞及转传